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国神秘文化 登门拜访泰国各大高僧大师的科普类访谈节目 对 今天我就带你找一位特别有名 而且非常难见的一位师傅 北部三杰 北部三杰 对 乃三杰 一位是古巴伯扬师傅 五眼四耳 这个如雷贯耳 有很多粉丝应该听过或者也见过或者请过他的圣物 第二位我们上次去过了 古巴勘范师傅 老爷子也是精神爵术 那么难 八十多岁 今天见的这位就是第三位 古巴岛师傅 翻译成中文就是乌龟师傅 黄寿 老爷子这名字是非常有意思 很独特 而且他们这个名号不是我们给起的 是享誉人家整个泰国的 对 是泰国人跟我说的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啊 什么泰国十大高僧古巴 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没说这师傅不好啊 就是确实他跟这个十大高僧 他不沾边 而且也没有十大高僧 对 因为咱们可以随便在任意的网站上 平台上都可以搜到泰国只有九位高僧 所以就是网上的一些信息呢 咱们就看了也别太当真啊 因为充斥着大量的一些造假的内容 好吧 咱们待会就去他的法堂里边去拜见他 对 走 咱们上里边看看去 走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这位师傅呢 就是古巴岛师傅了 我现在拿的这根法杖呢 就是当年泰北最有名的大师古巴喜维才 当年亲自他用的这个法杖 所以就是我能感觉到这个真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是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因为今天我们太幸运了 我们能看到这个法杖 因为在泰国有一个传说就是 北有喜维才 南有龙普拓 所以说喜维才师傅跟龙普拓师傅 就是可以说是并驾齐驱 在泰国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但是喜维才师傅呢 这个人 这位师傅呢 就是淡泊名利 他在世的时候 不允许用 不允许他的徒弟或者他的善信 用他的名字去做佛牌呀 去做圣物啊 他的意思是怕别人去 借用他的名字去敛财 所以他的一生 没出过任何的圣物 只有他去世了以后 他的徒弟用他的这个头发 指甲 还有他所用过的这些经书 淡拉 然后呢 去做一些圣物 但是呢 没有假的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这个收藏收藏家 专门收藏古巴喜维才师傅的佛牌的师傅 聊过 他说 凡是做古巴喜维才 赢品的 几乎全都是 就是怎么说 就是遭遇不测 然后就 有的人是全家都没 就全都不测了 有的是自己不测 所以说 在泰国 喜维才师傅的东西 没有假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位师傅呢 就是他是 古巴喜维才师傅的亲传弟子 师傅也是十六岁就出家为僧 然后呢 今年六十五岁高手 一直 这终身呢 没有还过俗 一生都在寺庙 而且他没有换过地方 没有去别的寺庙 只是在这间寺庙 我们刚才看到这间寺庙 只有他一个人 一直在这里 研习佛法 修行 非常非常难得 啊啊 古巴卡 可我谈来呢 古巴又有困掉 全没卡 哦 哦 龙波打 哦 龙波打 龙波打 又连为家 替古巴西比赛 哦 卡普 卡普 古巴冲 古巴冲 古巴冲啊 古巴冲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照照片呢 这张照片呢 就是 古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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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到古巴冲师傅 他手持的这个法杖 就是 古巴冲 而且古巴冲 古巴冲 就是这个 是古巴冲 传给古巴冲师傅 古巴冲 然后古巴冲师傅 传给古巴达 古巴达师傅 然后又传给了古巴道师傅 真的是全程有序 这个法门是一代一代一代传到现在 正好是第四代 这一帧跟法杖呢 是 Tao Wei Su Wan的法杖 也是师傅早年修行 平时呢 进山啊 禅定啊 去山洞啊 禅定啊 时候用的这个法杖 你看上也是斑驳了 CAPO CAPO 这根法杖师傅跟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拈摩涂养泪 师傅跟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根法杖会给人带来什么 财运 好运 人缘 魅力 挡一切灾恶 挡一切小人 挡一切的阿飘 所以说这根法杖 我们看也是遍布斑驳 刚才呢 师傅跟我说呢 就是 师傅最擅长的法门是 哪两种呢 第一 人缘魅力法门 因为 古巴喜维才师傅呢 他 受众人景仰 整个太北地区 包括东北部 都非常非常 爱戴这个 古巴喜维才师傅 所以 古巴喜维才师傅的人缘 非常好 所以说 师傅在这个人缘法门 是非常精通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师傅的健康法门 刚才师傅给我看了一下 就是 呃 很多善信 把照片寄过来 有名字啊 生日啊 然后师傅呢 在用这个 自己的法门 去帮他清除 只有在古巴岛 师傅这 见过这个法门 演示一下 给我们看 他是怎么 做这个法术的 因为我看到师傅 然后手边有这个 自己的这个法器啊 这一根呢 是像 大象的象牙 你不想把 你害了 哦 害不了 看 你害了 开火 这些 呃 这些善信呢 他们已经身体都好 已经好了都 但是我就是演示一下 师傅是怎么给大家做这个法式的 简单的演示一下 有很多中国和台湾的这个善信呢 都会来到师傅这 然后去做这个法式 让自己的身体变好 很多病症呢 并不是你想象中 感染细菌呢 或者是得这种病 很有可能就是 一些不好的东西跟着你 因为我们上一期 也拍过这个 呃 阴法师傅 他也细细地给我讲了一遍 这个人有一个人吗 有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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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师父是在人缘和魅帝这个法门是非常独特的 这个法门叫马食能法门 因为这是直接泰语的译音 师父会利用马食能的法门 然后帮善信 可以做感情的和和这方面 很少有在寺庙的僧人去做这个法门 只有精通于这个法门的师父才可以做 才会有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出家的僧人四大皆空 是不会谈到感情 做感情方面的 除非这个师父持有这个法门 刚才师父给我展示 就是有一位善信 他的人缘魅力不是特别好 然后师父来帮他做马食能的法门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职场人士 所以说让他有贵人相助 帮他的运气魅力很好 刚才师父跟我说 在这个月的月底 师父会亲自督造和加持一批昆平 这一批昆平是特别版 马食能的法门的特别版 昆平我们一般都知道 只有男士可以戴 但是师父的这个是男女都能戴 就是他是有采泥版的 特别版就是这个泰国国旗版 这一版它用的颜色就跟泰国的国旗是一样的 这一尊一共只出99面 就是我不敢保证大家都能得到 但是我尽量能帮大家去申请一下 然后多一点 然后让我们的粉丝能有这个福利 得到这一尊特别版的昆平佛 然后恰巧5月30号是泰国的大佛日 我们借助这个机会 师父在加持佛牌 我们也会组织大家一个燃蜡的法会 然后因为师父在那一天的力量是非常的大 所以他在那一天去加持佛牌 顺便然后可以做一次燃蜡的大法会 让大家提升人缘魅力 包括财运好运 还有你的身体健康 这五大方面 就是善信只要是捐给他钱 然后他就去修善他的寺庙 一直是注重于这个寺庙的维护与修善 就是也是这个行善 积德行善的一种方式 其实师父平时自己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朴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身袈裟真的是 就是正面我们看不到 其实他背面真的是补了又补 真的缝缝补补 我们现在看到这间佛堂 就是师父这么多年以来最终的梦想 他这么大年纪了 他的梦想就是把法堂 佛堂重新粉刷一遍 但师父就一直没有完成他的梦想 这一次我觉得法会 师父一个是帮助善信们 完成他们的心愿 让他们的身体健康 财运好 人员好 善信也是来回馈师父的一种方式 也是捐给师父钱 让师父完成他的梦想 毕竟师父已经是这么大岁数的高龄了 如果5月30号有兴趣的朋友 就是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